哇,現在在 在我家頂樓 我們今天又來到了 早房的時間囉 太開心喔,我們今天 剛剛就是Bruce來我家 喝涼的,有沒有 喝了那一杯 喝完以後本來是想說 用房價來找房對不對 可是這邊實在是 太漂亮了 不是太漂亮 會超過預算 還是要看 會超過預算是 是看你看這個房子 如果都看那個豪宅 就一定超過預算 因為很難找到650萬的房子 不過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想說 就到附近繞一下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屬於中路三段 中路三段有哪些新案子呢 繞一圈跟大家講 那我們先從這個 頂樓的這個地方 開始看 首先當然就是 我家旁邊這一棟 新蓋的 這叫做景都巴黎 好像最近成交的價錢 也都是30萬左右了 30萬起跳 那他這個呢 已經拆鷹價 然後整個已經做到某個程度了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角度 看過去 看過去 這裡有沒有 這好像是叫軍藝什麼的 軍藝建設的 那這裡有 這叫做民族向陽 這就中越 現在換了這一支手機 就是可以偷拍了 那這邊有這個寶具的大無漿 這也是算蠻不錯的房子 那他旁邊呢 有一個新的案子 這個叫做 金城建設的 那這邊有金茂一號對不對 這邊是這個蠻漂亮的房子 是金茂一號 他旁邊有個金茂遺合 也正在 正在蓋了 就是說這邊 很多房子都已經 就已經開始 陸陸續續的在 不管是在打地基 或者是 準備完工交屋 那我們兩個就 踐踏草皮 就到附近 帶大家去繞一下 然後如果說有價格的話 我們就查 給大家看 但是 有一些都還沒交屋啦 所以也不知道怎麼查 沒有價格 那我們就走囉 下到一樓了 旁邊前面這邊就是 向陽公園 中路最大的公園就是 峰河公園 第二大就是向陽公園 第三大就是 水秀公園 那我們現在前面看到的是 中路二號 這是社會住宅 中路二號這個社會住宅 聽說只租不賣對不對 但租金當然也不便宜 租金不便宜 然後那一邊是 何遠的什麼康萊爾 跟 好像 反正就是 私立那個學校也在那裡啊 市立學校也在那裡 那我們走到後面來 就會看到這邊 這個是井上苑 移城的井上苑對不對 後來改森林了 森林 這個大概二十八萬二十九萬 因為它是SRC的 一看就知道它規格比較高嘛 然後大門是在例行路上 所以 應該是 它那一台有便利商店 它那一台有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是在旁邊這一棟的 針賀 這叫竹城針賀 剛剛查了一下 這個竹城針賀 成交價實價登陸平均是25.51 大概二十六萬左右 它的大門也是在 例行路上 但它的 很多人覺得它的缺點就是 它是在消防隊 正對面 會不會有那個聲音是不是 比較吵 不過其實晚上他們都會關掉聲音 都會關掉聲音 OK 那在這一條路的後面 這個就是百川凱宴 已經開始陸續的在拆音價囉 已經在拆音價 百川凱宴要多少錢 據說要 看一下 剛剛查了一下 這個網路上面的資料是 開價是三十二萬 那 應該成交價會在二十八萬左右 那它的 下面這個是店面 一二樓好像屬於這種店面 終於快拆音價 然後這邊有一個朝陽月 這個很漂亮 大門 很氣派 這要多少錢 剛剛看的實價登錄 大概是二十六萬多 二十六二十七左右 大概跟我們社區差不多錢 那 但是它的這個 比較有豪宅的感覺 而且聽說都是毛胚屋 對不對 讓你自己去改 讓我自己去改 然後這邊呢 會看到這裡 這個叫普樂 普樂就是整個中路重劃區 應該價格最便宜的 價格應該大概在二十一二十二萬左右 旁邊這個景都巴黎 景都巴黎 哇 有沒有看到一個H 它陽台是H耶 愛馬仕局 你看那邊還有一個H 哈哈 大門也有一個H有沒有 這叫景都巴黎 大概二十九到三十二萬之間 真的有愛馬仕 它前面這裡也會內縮 你看喔 這邊整個內縮 是不是這裡整排店面 然後到那邊也是店面 到時候這邊應該會蠻熱鬧的喔 我們繼續往那邊走 過了這個馬路 在景都巴黎的正對面這裡 在民族向陽公園的旁邊 有這個叫民族向陽 這個其實也算是屬於小豪宅的案子 建材弄得非常好喔 綠建材 它的目前的實價登錄上面看到的價錢 大概平均是二十九萬多 二十九三十萬 它這戶數就不多了 戶數不多 不到百戶 然後我們往那個 那邊去看喔 那邊那個叫新中城 這邊喔 走過來以後 這邊又有另外一個這個案子 這個 比較屬於小一點的建案喔 晴越 越加晴越 這個二十四萬二十五萬左右 它價格比較 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也沒多便宜啊 現在的房子都大概都是這個價格起 那這個是屬於這種軍藝什麼的 等一下去前面看一下 我們去前門看 前面這個喔 就中越 中越學府 中越學府是吧 不是 學府公園 大概三十四萬多 實價登錄平均的價格 每一層樓層都不一樣喔 然後那個寶具的大烏江 大概三十一三十二萬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金城泰然喔 不知道有沒有開價 我們查一下 不知道 我有沒有看錯 三十七到三十九萬 快四十 快四十萬了 好吧 那我們繼續往這邊走 我們到這邊喔 又看到一個 這個是 市府彩社 是嗎 對 我們剛剛有沒有看錯 市府彩社 它這個 現在已經非常靠近 靠近市政府這一個區域 這邊叫法院後接 法院後接 然後那邊就有摩斯漢堡喔 然後這邊有7-11喔 這裡算是 整個生活機能還不錯 二十三萬多 然後我們再往這個部分來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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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地方法院嗎 怎麼蓋成這樣 很像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案子 市政潤榮 市政潤榮 我們查一下一瓶多少錢 喔 市政潤榮 現在已經有十架登錄了齁 一瓶 二十六點六五萬 大概二十六七萬 聽說 公設還不錯 公設還不錯 有嗎 你看馬上這邊就有 健身房了 喔 我們雖然沒辦法進去 但是我們可以在外面看 欸 它這個真的蓋得很像法院耶 就中路的另一邊那個 市牌特區喔 真的 真的是法院 哇 你看兒童遊戲室耶 好像不錯齁 我是在社團有看到那個 人家說它的 有一些東西不錯 有一些東西不錯 對對對 OK 啊這個就中島美家 我們看一下 多少錢齁 中島美家 據Bruce 這個 不負責任的 聽說的小道消息 什麼叫中島美家 就是每一戶都有 中島 中島 他們家都有中島 好棒齁 大概二十四萬左右 實價登錄平均的價錢 所以這邊的價錢 好像都差不多齁 大概二十四萬上下 靠近市政府 大概就是二十到二十五 沒有二十啦 就是二三到二五 二三到二五 對 然後往中路裡面走 對 就是 二十八到三十幾 哦 二十八到三十幾 那但是最便宜的還是 剛剛那個普勒 真的很樸實耶 好 我們再往這邊走 這裡也有一個案子 叫做市府豐富 剛看了一下實價登錄 多少錢 二十五萬左右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這有地堡耶 其實價格都已經定了 對啊 好像差不多就這樣 這邊這個叫做一掌不二夾 應該也是保家機構的 那它開價是二十九萬 但實價登錄多少錢 不知道 還沒上去 查不到 可能慢慢陸續再加五 那邊還有一個 縣府首富 不一樣 一個是豐富 一個是豐富 一個是首富 人家已經市政府 還在管政府 可能是舊的是不是 怎麼會是縣府 剛剛看起來 很新耶 我查一下 屋齡七年的 那時候 豪元都還沒升級 是不是 好像是喔 七年前還沒升格 那現在 成交價大概二十四萬多 所以用縣府是合理的 對對對 我們沒有誤會他 他的下一期變成市府 市府豐富跟市府首富 有梗 那往那邊走囉 景都巴黎這一面 這看景都巴黎很酷耶 算後面 因為剛剛是正面 對對對 我們這邊看景都巴黎 整個都灰灰土土的 那邊 哇 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春 這個好像是你很喜歡的那一個 你是說 新中城 不是車子 他以為是這兩個 對 我是說 我蠻喜歡的 新中城要多少錢啊 29 2829 2829 你剛從我們家頂樓看過 對對對 有看到他屋頂 所以就覺得蠻特別的 屋頂蠻好看的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 對 就是你說一瓶要2829 差不多 那你為什麼喜歡 就覺得 只是屋頂漂亮而已 覺得位置還不錯 然後顏色蠻耐看的 顏色蠻耐看的 顏色蠻耐看的 那這附江是 實價登錄是2829 左右 29萬左右 那這個新中城 會是多少錢啊 應該 我看開價也是2829 開價也是2829 那實際成交 那應該會落在26 2526吧 2627之類的 那不可能是開價 你現在要進去 真的假的 我們沒有準備好 標榜那個 三年免管理費 三年免管理費 你好像很想進去的樣子 那你下次進去出來 記得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啊 不錯看耶 我能接受 你能接受什麼 就跟買車子一樣 外型先對 外型先對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 春宏建設的一個 這是上面寫春宏建設 大家這個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他春宏建設 這整排過去 就直接直通 向陽公園了 剛剛這樣落下來 要買房子還真不容易耶 越來越貴了耶 而且越往市政府那邊 是越便宜對不對 對 不過越往市政府那邊 目前的機能又 吃的東西可能又多一點 比較好 但這邊未來也會有 這邊未來也會有 可是這邊 就是你現在看下來 基本上都二八到三十幾耶 跨了我們走的這一條 就是一坪多三十萬 從這一條路過去 這邊就是一坪多 三四萬塊 這兩個差一條路是差在哪裡 對啊 剛走那邊也不錯啊 奇怪耶 靠近公園 對 因為靠近公園 所以價格會高 第一排耶 這邊都算第一排 對啦 這邊算第一排 景都巴黎 好啦 博士 好像剛剛對新中城很有興趣 可以預約 你下次要去看新中城 確定嗎 確定 確定會去看新中城 你約一下啦 你問一下說 能不能讓我們去分享一下 好 不能分享沒關係 你看完以後 我們再討論一下 去外面 去外面看 去外面講 好 OK 那我們就在最後這個 挖地基的畫面結束 這一次的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旁邊這個咧 這個也是嗎 旁邊這個的話 它就是強調它的Q彈感 喔這個真的很Q耶 坐下去它會回彈 至少三下 它就是比較Q彈一點 對 那相對的 你應該買這個 你女朋友很開心 對對對 沒錯 怎麼這樣 應該就是男人省力床 男人省力床 這男人省力床 我覺得 我應該 年紀越來越大 應該要換這種床 是 這張床就強調它的Q彈感 所以才有那種Q彈感 好啦 不哈拉了 我靠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